近日 羊羊疑似被狗仔曝光新戀情 與商人賈士凱同遊 在海灘度假穿白色泳衣 竟顯好身材 不知如此 狗仔還拍到此前兩個人有過很多親密的瞬間 作為公眾人物 明星也需要享受私人生活的權利 他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休閒方式和度假地點 而過需考慮公眾的評判與關注 其次 明星度假也是為了放鬆自己 調整身心狀態 他們的工作常常緊張和辛苦 需要一定的休息和放鬆 來保持工作狀態的良好 選擇海灘度假是一種常見的方式 因為海灘環境可以帶給人們對於自然和寧靜的感受 另外 我們也應該避免以偏概全和過度關注明星的私人生活 明星是公眾人物 但是他們也有自己的私生活 往往大家會很好奇明星的私生活 但其實 這並不是一件可以佔用公眾資源來討論的事情 明星的私生活也屬於隱私 總的來說 對於楊穎和賈世凱海灘度假的事情 我們應該以尊重和理解的態度來看待 明星也需要享受私人生活的權利 選擇度假方式是他們的個人選擇 同時 我們應該保護明星的隱私權 避免過度關注和評論他們的私人生活 對於女明星離婚後有心戀情 網友們的看法可能各有不同 一些網友可能會持支持與理解的態度 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和愛情 離婚並不代表著失敗或不好的事情 女明星也是普通人 他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伴侶和戀情 只要不傷害他人 就應該被尊重和支持 另一些網友可能會感到失望或批評 他們可能認為女明星離婚後很快就有了新戀情 證明了他們在婚姻眾不忠誠或不珍惜 這些網友可能會對女明星的道德觀念產生質疑 認為他們不值得被稱為榜樣 還有一些網友可能既支持又擔心 他們希望女明星能夠在離婚以後 達到真正的幸福 但是也關注他們的決策是否倉促或不成熟 這些網友更關心玉明星的幸福和心理健康 希望他們能夠順重選擇和處理新戀情 金牌經紀人知名製片人 岳凱娛樂總裁 說起賈世凱 就有這樣幾個標籤出現在大眾腦海中 他旗下有洋洋 影兒 宋茜等超人氣有走向 是當之無快的金牌經紀人 而作為製片人從網劇盜幕筆記的出世水 時隔兩年再度掏盤量級IP 獨步天下 其實他都還只是個新手 卻證明了其滿滿的實力 除此之外 他還是知名影視傳媒公司 凱樂娛樂的大老闆 公司成立不到兩年就已估值8億 被業內一致看好 如此多變的身份 巧妙角色的轉換 日常繁忙卻有條不紊 從金牌經紀人到知名製片人的轉型之路上 賈世凱在多重身份之間自由切換 這也正彰顯了他對業內行情及商業布局的 專業認知和獨特視角 2014年 賈世凱首次單綱網劇盜幕筆記的製片人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幾年盜幕題材影視劇如此盛行 也多虧了這部網劇牽起的頭 作為愛奇語平臺獨播的季播劇 盜幕筆記所有爭議卻也是當之無愧的爆款體制 如果說盜幕筆記是加載廣電對盜幕題材的嚴令審查 與一眾疏迷的期待與批判兩座大山中間 應運而生的作品 那麼 賈世凱此番再次迎難而上 在廣電嚴禁穿越的前提下 大膽做起了量級IP 獨步天下的總製片人 要知道原創小說 獨步天下與步步驚心 夢回大清 並稱青川三道三座大山 此次將原著作品影視化 必將要經過二次修改加工的考驗 而且這種改動是否合理 書迷 劇迷能否接受 都將是電視劇播出之後要接受的市場挑戰 儘管面臨挑戰 但是源於對獨步天下的熱愛 賈世凱依然決定迎難而上 用他自己的話就是 我本人是逐步天下的書迷 這本書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黃太極和步悠然之間的感情線 對於原著的改編 賈世凱也表示 不會擔心廣電嚴禁穿越的局限 就模糊了當初想要做獨步的初心 在我看來 我要做的是一部戲的內核 對於獨步天下來說 其內核就在於一個愛子 而且最幸運的是 我們找到了值得信賴的白藝聰來做獨步劇本的總編審 有他在 我很放心 現如今的影視劇劇場 古裝劇已經成功佔據半壁江山 但有些作品卻出現製作與噱頭不符 質量與人氣相悖的情況 面對五毛特效 綠木抠圖等爭議 賈世凱直言 不會讓自己的作品也淪為大眾質疑的談資 我會比較重置 浮化道 都說細節決定成敗 我們會抓好每一個細節去保證質量 因是對原著的尊重 對於一個熱愛原著本身的製片人 我們應該給予他更多的信任 不是嗎 而當向女性愛看公斗 男性愛看史詩的市場需求下 賈世凱對於獨步天下的期待和定位 也絕不僅限於某一年齡段 或者是某一觀眾群 她說 這部劇有權謀 有史實 有公斗 也有愛情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吸引各個年齡層 各個性別 各個職業等全方位的受眾 日前《獨步天下》正在緊張熱拍中 可當初官方公布演員人選時 觀眾的質疑聲卻不覺以耳 有人覺得 林峰 唐一新 眼情屢並不搭 有人覺得 林峰並不適合一皇太極的角色 不過 賈世凱則表示 對於選決 他當然有著自己的考量 是演員來匹配角色 適合最重要 我覺得 我們的演員都是最貼合角色的 至於那些質疑 相信戲出來之後效果一定不會差 第一次操盤《獨步天下》這樣的量級IP 昆南肯定是有的 但是從賈世凱的描述中 小編卻深切感受到 他那份氣定神賢 自信之中又滿是謙卑 導演是宋茜介紹給我的 企鵝影業選擇了我們 服裝團隊是將軍在上的團隊 也是別人推薦給我的 總之 作為新手製作人 賈世凱並不覺得做總製片是什麼難事 困難不是沒有 都是必經之路 只要能夠解決就不值得一提 這種了人的心態著實讓人敬佩 如果說製片人是賈世凱近幾年開發的新身份 那麼 資深的經紀人則是賈世凱給人印象中最深刻的標籤 轉眼間入行已十多年 踏深行業規則擁有豐富的市場經驗 目前旗下有楊洋 影兒 宋茜等超人氣一人 總的來說 網友對於女明星離婚後 有心戀情的看法往往是多元的 有的人支持和理解 認為他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幸福 有些人感到失望或批評 認為他們不負責任 還有一些人既支持又擔心 希望他們能夠慎重處理新戀情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觀和看法 應該尊重和包容各種觀點 楊影和黃曉明的世界婚禮已成過去 隨著他們離婚 各自的生活都有了新的變化 黃曉明此前也傳出過有新的戀情 而楊影這邊更是也有新戀情傳出 只能說 兩個人彼此彼此 楊影前妻依靠黃曉明的資源在事業上的助力 後來自己憑藉跑男活了 可能不想再對黃曉明事事順從了 兩個人終究還是走到了分開的邊緣 看這次海灘度假就知道 楊影其實也很想過自由的生活 所以之前與曉明哥結婚 也有一部分是出於利益吧 �遜堂 三十二 二 六 一 二 六 六 四 大根 三十二 三 七 五 四 大根